从这路过好几次啊 看见这个车座子 不知道谁给能走了 隔着好几天了 这过年不能这个车运行不起来呀 我给这个 这叫共享单车哈 给他们反馈过去 报休了 我一会再去买点菜 回家还有好多的活 大家好 明天就是除夕了啊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九分 哎呀 我今天哈 本来还挺累的了 可是我一想 我一定把我今天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做了三件事 让我特别的开心 第一件事 我给大家刚才也拍了哈 哎 路过马路上有一辆 共享单车 那个座子 被不知道哪位 把他给卸走了 其实呢 我也是从那路过 曾经看过 但是呢 就没有理会 但是我今天从那过啊 我就想了 哎呀 你说说啊 要是正好有谁 想骑个共享单车 老远就看到了 到这一看没有座椅 特别的失望 是吧 我曾经就是这样 哎呀 低了好多的东西 特别想有一个共享单车 然后扫完以后 能减轻我的负担 但是一扫呢 这车坏了 老失望了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件 好事吧 算是啊 我就把这照片 给这个平台发过去了啊 发过去 他们 我估计有人的时候啊 现在可能过年够呛 有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 有维护的人 把这车取走 修好 嗯 这是一件事 我发自内心的 挺高兴的啊 第二件事就是 二十九嘛 大年二十九 都是贴吊请 贴对联 贴春联的啊 我们家隔壁 嗯 是就是 他们可能是外地人 早早的啊 就已经就是 回家过年了 临走前 他们就把那个 对联都贴好了 贴好以后 他们转天 这个对联 就掉下来了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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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沾了一下 用我们家 那个胶带纸 给沾了一下 没想到哈 哎 今天又掉了 我一看 正好我们家 也也也贴 那个春联 我就想原因了 怎么他们家 怎么 他自己贴也掉 我怎么给贴完 也掉呢 我突然想起来了 是因为他那个门呢 他没有擦干净 上面还带着灰呢 然后他们就贴了 你想想 那胶 他有灰隔着 他就粘不住 所以我呢 一看把我们家 那门都擦干净以后 我又把他们家的门 给擦干净了 然后贴完以后 特别牢固 现在好极了 我给贴上以后 我特别高兴 第三件事就是 我这一天呢 忙忙碌碌的 好多活都集中到今天啊 你想擦玻璃啊 擦门呢 然后贴 你看我这都是新贴的啊 贴对联啊 贴什么那个 就是这个家里的布置 我都给布置完了 基本上活就算是完了 明天呢 再买点那个蔬菜啊什么的 就差不多 过除夕了 看着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 其实我老累了啊 这没有干过这么多的活 这一天 从早晨出去到现在 这都九点 刚才给大家看 现在九点二十三分了 都到这个点了 我这才刚歇下来 跟大伙聊会天 但是呢 我可高兴了啊 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有一种成就感啊 所以就是人的快乐 我今天我总结一下 我今天的快乐 就来源于什么呢 做了一件小善事 把这个共享单车的 这个坏车 然后给抱上去了 我觉得是一个小善事啊 第二件事 就是帮助邻居啊 把这个春联 掉下来的春联给贴上了 第三件事 就是劳动产生的快乐 你想想 你看做小善事 帮助别人 然后是劳动 你看都能给人带来了快乐 就好多人都说 那一看你天天乐乐呵呵 高高兴兴的哈 你怎么能做到呢 其实就是生活中的啊 一点一滴 有时候你不知不觉 你就会产生快乐 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所以今天都这么晚了哈 还跟大家哈 聊会儿天哈 分享分享我这一天的 一个感受吧啊 好 明天就是除夕了啊 也祝大家过一个高高兴兴的新年 今晚会儿